何家同志 你是陆京航空兵 空中突击率的第一位烈士 你的吸收 无上的功夫 因为空中突击率的建设与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你是新军事革命 先行者 你的鲜血将永远凝聚在 空中突击率的战旗上 你勇于探索 勇于担当的精神 陆军一号的军洪所带 你的遗志 将成为战友们勇敢探索 永远向前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 多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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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们怎么这样 还有对这个 把他也要相结合 你们怎么样 这么改进我还真没想到 说实话这个想法我也想了好几个晚上了 哎呀 就是不知道飞起来会是怎么样了 我自想办法弄钱去 先把样机制造出来 争取下个月让它飞成天 嗯 进来 洪生 副影 这位是路遥先生 他对你们的设计很感兴趣 想跟你们合作 啊 欢迎欢迎 您好您好路先生 您好 您好 这是老徐 这是我的设计所 我 随便看一看 哎 看到了 这是我新设计出来的 是 我也啊 是 在这 对 看这个 这是新设计出来的 本来的 5 7 8 7 10 5 6 6 7 这个通知我就不念了吧 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手法 你念吧 关于对江海同志触犯决定 经总部机关政治部办会研究决定 陆军航空兵 空中突击旅突击营营长江海同志 因在1020坠机事故中指挥措施不当 造成击毁人亡重大损失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决定给予行政机过触犯一次 希望该同志认真吸取教训 努力学习 改进作风 不断提高工作和业务水平 通知 一 免去江海同志 空中突击旅一营营长职务 由副营长李东代理营长职务 二 江海同志调离空中突击旅 于本通知宣布知日起三日内 到地集团军庄稼旅报到 任职命令由地集团军庄稼旅行 不是 刚才说什么 让我调离空中突击旅人 没错 政治部同志的 还让我去什么庄稼旅报到 一点没错 让我去那儿干什么 听人家招呼呗 开国际环球 我是飞行员 难道让我去开胆课 开什么我不知道 你自己看吧 我不去 去不去有你 刚才是谁说的 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处犯 给我结果处犯我认 明我职也行 干吗把我调走 不容飞 这也是组织上 对你触犯的一部分 我宣布完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来吧 银长 银长 去你们来看看 我不是你们银长了 以后 有李东领导你们 银长 你别这么说 我们准备 跟庞副旅长好好谈谈 让他谈什么 就他怎么会啊 别瞎说了 没皮皮剧 怎么没皮皮剧了 银长 就在出事那天 就在战术训练场 我听见他跟毕生委说过 说再什么轻描淡写不了了之 他彭副旅长也不干过 这不是在要挟政委吗 就是 为了平衡关系 他只能先牺牲你 把你先处理掉了 就没人跟他挺着干嘛 不谈这些了 组织上既然决定了 我服从就是了 银长 安排什么职务 也没数吗 我副团职 大不了干个参谋长 行了 你看你们一个二个的 兄弟们 哪天演习场上见到了 不许手软啊 向我开胖 这个时候你还开得了玩笑 我就想不通了 老天怎么这么对你 也是啊 看来 我真得烧几出高厢了 来 是 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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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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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